这是什么情况 选手居然在赛场上公然动手 韩国选手不敌中国选手 韩国运动员竟然在赛场公然动手 被双方运动员劝离后 韩国选手依旧不一不饶 对着李坚柔狂喷脏话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面对韩国运动员的不停辱骂李坚柔能忍 但是队友王蒙却忍不了 这个豪横的东北姑娘一点也不惯着他们 当时就对回去 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 从此王蒙就和韩国队正是结下了两次之后 在每次比赛之前 王蒙都非常明确地告诉所有人自己的目标 就是打败韩国选手 因此王蒙在韩国队当中被列为了第一个针对目标 他们经常会选择多人在赛场上包夹王蒙 刚开始因为实力都是旗鼓相当 王蒙只能忍气吞声 但是在经过刻铺的训练和卧薪 长打了两年之后 王蒙的短道速滑水平已经非常高 同时也练就了一项经典技能 那就是被网友习称为老大爷六弯的背首式超越对手 在2013年匈牙利试锦赛 1500米的预赛 这场比赛是王蒙背首 是超越的长鸣之战 这场比赛中 王蒙再次与老冤家韩国队碰面 比赛开始后 其他选手就迅速地抢占位置 而王蒙却始终像一个老大爷一样 双手背后满悠悠地跟在队伍后面 比赛直到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王蒙甚至都没有超过倒数第二一次 观众和解说对于这样的情况 也都是非常的着急 还有四圈的时间 王蒙还是没有着急 依旧是一如既往地背着手 就在最后两圈的时候 王蒙开始加速 别的选手同样也都是大幅度地挥避加速 而王蒙却像个老大爷 在弯道时背着手 不紧不慢地就抄到了第一位 最后冲过终点时还不忘减速 看看后面的韩国选手 仿佛是在说 你想犯规先追上再说 就这样在韩国选手的眼皮底下 拿走了金牌 虽然韩国队把犯规作为一种赢得比赛的战术 但这次 他们就是在高明的犯规 也逃不掉背叛法